有時候自然而然它會很懶 然後會毫無動力 那你就看著它就好 這一切都是無所謂的 你不要站在情緒去看情緒 就不會被情緒帶著跑 靈 找回那個靈 你身心就自在了 那靈是什麼 靈就是覺察 那這位朋友問的是 怎麼樣做才能夠身心自在 怎麼樣做才能身心自在 身心 靈 找回那個靈 你身心就自在了 那靈是什麼 靈就是覺察 當你覺察著一切流動 你會發現一切只是一種流動 一種變化 這時候你就會很自在 自在的去過你的生活 甚至可以掌控你的生活 所以最重要的是 站在覺察去生活 就能夠身心自在 好 為什麼有時候會感覺很積極 可是有時候感覺一蹶不振 總是上上下下的 那我要如何讓自己很清楚自己 不會被情緒或感受帶著跑 謝謝 其實被情緒帶著跑 你不要站在情緒去看情緒 就不會被情緒帶著跑 你看著情緒 而不要融入那個情緒 它來 來去都無所謂 你生氣的時候就生氣 然後過去的時候就過去 就看著它就好 就不會被它帶走 至於說你說有時候積極 有時候一蹶不振 其實這個不用去太介意它 我們人的不管是身心各方面 有時候它就會有一種 很有衝勁 很有熱情 有時候自然而然它會很懶 然後會毫無動力 那你就看著它就好了 這一切都是無所謂的 都是一個過程 就順其自然就好了 重點是 你有沒有跟著那個情緒跑 你是不是看著那個情緒 讓它流動 還是你加入了那個情緒 你變成那個起伏的那一個 就是這樣 這題問的是 強迫症 什麼叫做強迫症 你是不是會類似有點龜毛是不是 一定要怎麼樣這樣 一定要怎麼樣 其實我們人 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要怎麼樣嗎 其實有時候我們生活中很多事情 是看我們是不是認命了 妥協了 然後變成去接受它 還是說你讓一切變成一種流動 你只是看著它發生 這兩種狀態是非常天差地別的 一種是你看著一切在眼前流動 而你是看著它的那個 那那個流動我並不強迫它 另外一種是我站在那個角色 站在那個情境裡面 然後我希望如此 或者我接受如此 那個接受都不是真的接受 因為你還存在著一種期待 存在著一種我想要 其實強迫症要如何治療 很簡單 你退回覺察 你就完全沒有強迫症 因為你不是站在那個情境 站在那個角色 站在那個故事裡面 去要求任何的事情 你只要退回覺察 一切都變成流動 它自然而然就失去了那個強迫性 你只要退回覺察 一切都變成流動 它自然而然就失去了那個強迫性 這是最好的治療方式 只是我剛剛已經把兩種不同的狀態 跟各位講清楚 這樣你們才知道說 真正讓一切流動跟任命的差別 兩種可能都可以讓強迫症被解決 但是一種是任命 一種是讓流動發生 讓一切流動跟任命的差別 兩種可以讓強迫症被解決 一種是任命 一種是讓流動發生 它是完全不同的品質 謝謝 你知道嗎? 我們會遇到任命 嚇壊 一種是等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